哈喽大家好,我是萌妹,今天我要给大家另一步,男孩家天天吃肉,却从不需要买肉的黑色幽默恐怖片,吃人爸妈 迈克尔和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的父母是肉食主义者,每天都是无肉不欢,所以他们餐餐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肉吃 但是对于这种平常人觉得非常幸福的事,迈克尔可并不觉得开心 他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父母吃的肉非常的奇怪,那些肉总是红得吓人,并且也从来没见过爸妈出去买肉 这些肉到底是哪来的呢?因为这样的疑惑,迈克尔开始经常做噩梦,梦中他掉入血水里十分可怕 而他家也有个神秘的地窖,迈克尔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他总觉得里面有恐怖的秘密 一天夜里他想去上厕所,结果碰到了爸妈似乎在吃着什么 妈妈看到他的出现也吓坏了,赶紧把他抱回了房间 迈克尔开始怀疑自己家里的肉也许都是人肉,是做医生的爸爸用可怕的方式弄回来的 他想试着躲在橱柜里偷看妈妈怎么处理这些肉,但妈妈对他偷看并不在意 他问起妈妈,这些肉哪里来的?但妈妈对于他的问题却从不正面回答 在这一个个疑惑下,他开始变得郁郁寡欢 学校的老师也开始注意到了他的不对劲,因此开始找他谈话 一次次交流中,他慢慢向老师敞开了心扉 告诉了老师自己家里的不一样和那些神秘的肉 老师陪着他回到了家,准备一探究竟 结果老师居然在地下室看到了一个死人 迈克尔吓得跑回了房间,老师逃跑中也被爸爸杀死了 然后被做成了食物 父母告诉了迈克尔,其实他们一家人都是食人族 迈克尔也是食人族的后代 父亲逼着迈克尔吃掉老师的肉,但迈克尔拒绝了 父亲恼怒想杀掉迈克尔 母亲为了保护迈克尔,情急之下和父亲扭打在一起 结果他们都死了 迈克尔来到了爷爷奶奶家 爷爷奶奶听了之后非常心疼迈克尔 并收留了他,还给他蹲了吃的上来 看到肉的那一刻,迈克尔彻底说不出话了 原来爷爷奶奶居然也是食人族 这部电影是这用喜剧的方式描述了可怕的食人族的故事 倒是十分有趣 好了,听说超级无敌可爱帅气的你会点赞评论关注哦